護唇膏絕對不是說我有擦就有效喔 那不然咧 因為護唇膏裡面它添加了香料、色素、防腐劑 有可能會讓你越擦越多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黃醫師 黃佑銘醫師 我是佩潔 大家好 又來到了我最喜歡的單元了 因為我本人有在收集護唇膏 所以我很想了解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挑選護唇膏 比較適合自己的膚質 很多人會有嘴唇乾燥脫皮的問題 我不知道佩潔妳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有啊我超級有的 而且我只要一焦慮我就會發嘴皮 所以我的嘴皮就會覺得很薄 當這個嘴唇出現脫皮的時候 它並不是角質太厚的狀況 千萬不要使用一些去角質的產品 因為嘴唇的皮膚其實是角質相對較薄的地方 而且它沒有什麼皮質線的分布 所以它其實是臉部相當脆弱的一個區塊 所以第一就是千萬不要亂去角質 那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護唇膏的產品應該如何選擇 護唇膏絕對不是說我有擦就有效喔 那不然勒 因為護唇膏裡面它添加了香料色素防腐劑 有可能會讓你越擦越過敏 蛤所以不能挑有香料的 對所以如果嘴唇特別敏感的人 可能就要小心病態有添加香料色素防腐劑成分 或者是像是有添加一些比較刺激的 像是薄荷的成分 羊毛子也是比較容易引起刺激或過敏的成分 對於嘴唇比較敏感的人 其實使用這樣子單純的礦物油 相對是比較安全的 那同樣是礦物油的凡士林呢 其實它也是有點差別的喔 像這個礦物油的凡士林 它的成分就是單純的礦物油成分叫Petrolatin 但是可以看到像這樣子有添加顏色的話呢 它在成分表的後面就會顯示它有添加色素 所以對於嘴唇相對比較敏感的人 它就比較不適合使用這類有添加色素或香料的產品 所以它會導致過敏喔 有的人可能會引起它的過敏 或是導致發炎更嚴重的嘴唇 就會反而會越來越乾 鎖不住水分 薄荷其實它也是一種香料或是加涼劑這樣子 所以對於嘴唇有些特別敏感的人 加了薄荷以後可能會引起刺激喔 這一支產品就是在裡面有添加這個薄荷的成分在裡面喔 但它不是在舒緩嗎 不是讓你會覺得有涼感 所以你就不會有那種發炎的升溫感覺 不是這樣嗎 薄荷的確是能夠提供涼感 改善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但它相對起來也是一個蠻刺激的成分 所以它也是導致過敏的元凶之力 可能會引起刺激的元凶 然後另外像這支產品 它添加了油脂成分就是所謂的羊毛脂 那這個東西也是比較容易引起過敏的成分 可是羊 就像綿羊油這種都是很滋潤 對皮膚好的嗎 對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對於一些皮膚特別敏感的人 這些是要小心的 這時候選擇礦物油 可能就會相對更適合一點 講知識 因為我阿嬤常常買 就是綿羊油給我擦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要記住 像這支棒狀的產品 它其實就使用複合式的油脂 所以它不是只有添加礦物油在裡面 它還添加了其他的油脂的成分 像是一些這個滷油木果油的成分在裡面 華音是什麼叫做複合式油脂 我們油脂的來源大概可以分成 從礦物來的 或是從植物來的 或是從動物來的 基本上我們的目標就是 能夠達到封閉鎖水的效果 那礦物油的話 它通常比較會停留在 皮膚的角質層的表面 有的時候會需要一些植物油 因為植物油含有比較高的 這個不飽和脂肪酸的部分 它比較能夠深入角質的縫隙裡面 所以達到比較好的鎖水效果 第三個部分就是想要粉嫩的唇色 嘴唇其實也是需要做防曬的 這個觀念我覺得已經植入很久了 但是因為我們都會擦護唇膏 然後又擦唇膏 然後在外面再擦一層防曬 就會覺得太多了 所以通常會省略掉防曬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具有防曬系數的 有二合一的就對了 但是要小心喔 這支具有防曬系數的產品呢 它裡面的防曬產品是屬於一個化學性的成分 叫做Penso Phenone 3 它是比較容易引起光敏感的問題 這支產品裡面其實還有添加血氧酸的成分 可以幫忙去除角質 剛剛有提到了 嘴唇的乾燥不一定是角質太厚的問題 有的時候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這樣的產品 哇那它其實好幾合一耶 是 這些成分都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適合所有人 不見的是好事 對 嘴唇上的防曬也是盡量是 不要化學性嗎 其實大部分添加在這個護唇膏中的防曬 大部分還是化學性的成分 比較能夠同時有UVA加上UVB的防護 所以化學性在這上面是OK的 是OK的 但是要小心化學性的成分 要避開有些比較容易引起光敏感的成分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來自於口水刺激 當嘴唇進入慢性發炎的狀態的時候 嘴唇會鎖不住嘴份 因此會覺得很乾 對 很多人就習慣去填嘴唇或是明嘴唇 但其實口水對於嘴唇來說是一個非常刺激的物質 因此可能會越舔越明嘴唇 導致嘴唇發炎越嚴重 就越加強這個乾燥的狀況 哇 這很重要耶 是 所以大家要把這些小細節都記住 然後生活上不該有的壞習慣就先不要出現 是 這樣才能保護好你的雙唇喔 對 希望大家一樣擁有像佩姐一樣嬌艷欲滴的雙唇 謝謝老師 哈哈哈 掰掰 很厲害 就很厲害 知道